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家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个总是正确的人 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把家庭关系分为四种 独裁主义家庭关系、监护是家庭关系、和平共处是家庭关系、合作是家庭关系 他认为在所有家庭模式中独裁主义家庭关系最为糟糕 这类家庭中,往往有一个人把自己置于权力中心、总在责难、教育和改造家人 家庭关系因此陷入内耗与争斗,毫无温情幸福可言 一味责备,关系就远了 杨将先生曾说,一个家庭的悲剧多数都源自于遇事爱责备的相处模式 想想的确如此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 你忙前忙后做了一桌饭,还没顾上吃就听到伴侣的点评 这瞎现去得不干净啊 孩子生病了,你焦急万分,却听到伴侣的埋怨 早告诉你了要降温,为什么不给他穿厚点 意外发生了,你再想办法尽量弥补,却一而再再三被对方数落,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你有什么用? 当事情发生时,指责是最无效的做法,不仅挽回不了损失,只会将矛盾放大 总究着对方的过错不放,时间久了,再热的心也会凉,再亲密的关系也会渐行渐远 遇事不责备,凡事多体谅,家人的心才能凝聚在一起,日子自然蒸蒸日上 看过这么一则故事 一天,正逢上集日,老婆子吩咐老头子 你去把咱家的马迁到集上卖了吧,顺便换点有用的东西回来 老头子高兴地上路了 一路上,老头子把马换成母牛,又用母牛换了一只羊 后又把羊换成鹅,鹅换成鸡,最后用鸡换了一袋烂苹果 他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两位旅人 旅人听说了他的经历,哈哈大笑道 你回家一定会挨老婆子一顿痛骂 老头子微笑着说 不,我一定会得到他的赞美,还会得到一个吻 于是,两个旅人就用一袋银子和老头子打赌 果然,听完老头子的讲述 老婆子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兴高采烈地说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然后给了他一个甜甜的吻 老头子一家其乐融融,还收获了一袋银子 如果我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点评 去指责,家人间的关系只会变得更糟糕 最好的夫妻关系,不过是一个懂得 一个大度,一个不抱怨,一个不指责 最好的家庭关系,无非是少一些指责 多一些换为思考 浴室时的一万句都怪你,不如一句没关系 原谅家人的疏忽,宽佑家人的过失,又和仇人不和,家不忘 总讲道理,情分就淡了 之前,一对夫妻因为一碗面炒上了热搜 夫妻俩去面馆吃面 妻子鸡肠碌碌的等了半个多小时 等来的却是一碗坨了的,半有浓浓鱼腥味的面 妻子当即要求店家换一碗 老公却劝他人 不仅劝他人,还大讲特讲道理 十几块钱的事,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人家开店也不容易 人应该善良,学会理解别人 丈夫说的越多,妻子越是火冒三丈 最终崩溃大哭 丈夫把这事发到网上 要论个是非对错,却被网友责骂 大众的愤怒点,恰恰在于 丈夫自以为正确和高高在上的态度 生活不是辩论赛,无需争个输赢 家庭也不是战场,无需分个高下 自以为是,大道理连篇却无法提供实际的帮助 只会让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清淡专家赵永久和妻子结婚八年 总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他找到一对携手走过金婚 夫妻关系依旧融洽的老人请教幸福密集 老人只告诉赵永久一句话 生活中少讲点道理,最好不讲 这个时候,赵永久才回想起来 妻子的记性不好,总是丢三落四 外出忘记锁门,用完电脑忘记关机 洗衣服从不记得检查衣服口袋 这些事情曾让他大为恼火 所以他总在不停地教育妻子 你下次出门之前,能不能先想一下自己落了什么东西没有 大家都是成年人,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赵永久越是板着脸说脚 妻子的状态就越是糟糕 两人的关系也剑拔弩张 当听过老人的建议后,他在家中的门上 电脑上,洗衣机上都贴上纸条 以此提醒健忘的妻子 妻子感受到了丈夫的关心和体谅 丢三落四的习惯大有改观 两人的关系也重回亲密 平如美堂一书的作者饶平如说过一段很动人的话 他美你文化高,他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 你会分析,他不会分析,他讲不出理由 他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 你有理,可是你无情 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事实正确的人 而是一个无条件宠着自己的人 收起自己的胜负欲,把家人的感受置顶 在理解,接纳的基础上给予安慰 或以实际行动表达关怀 胜过无数个正确的道理 改造家人,家庭就散了 心理学家曾其风曾讲 大多数的家庭矛盾都是一场隐秘的权力斗争 家庭当中,总有人想通过各种方法征服对方 改造对方 我是对的,你要听我的 这种长期的施压 只会让对方变得消极抗拒 导致关系分崩离析 咨询师月月曾接过一个情感咨询 妻子以为这个家好的名义 给丈夫制定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要求他严格遵从 比如,为了让丈夫赚更多的钱 逼迫他去考职业资格证 为了让他戒掉游戏 把家里的WiFi断掉 妻子不厌其烦地改造 令丈夫不堪重负 两人虽还没到离婚的地步 但丈夫已经搬出卧室 称先分开冷静下 心理学上认为 想要改造对方 本质上是不愿意接纳对方 是设立一个高标准 让对方满足自己对完美的苛求 但人不是机器 是不能拿来纠正的 放弃自以为正确 不对伴侣指手画脚 家庭关系才能牢固 戴建业教授曾提及自己与夫人的故事 他来自农村 太太出生于城里干部家庭 两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与观念都不同 婚后他受不了太太的大手大脚 挑三拣四 总想按自己的标准来改造对方 并认为自己的方式 可以让对方脱胎换骨 没想到这却激起了妻子的逆反心 他对她反唇相激 数落她的吝啬小气 大男子主义 扬言要是他能改 自己就改 他觉得自己正确 想妻子改变 妻子却觉得他跋扈 不可理喻 蜜月刚过 小家便硝烟四起 摇摇欲坠 后来戴建业经过反思 放弃了正确 学会了妥协 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有所缓和 何炯曾在向往的生活中 说过一句话 人唯一能要求的就是自己 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要求 为人处事如此 经营家庭意识如此 家人是与你并肩的伙伴 而不是任由你改造的对象 学会降低期待 接纳尊重 爱与关怀 自能在家中生根 称起一个家的未来 家 是人的起点 也是人的归宿 一个家最大的不幸 不是困于贫穷 而是家中有一个 总是正确的人 与家人较劲 争斗 即便置身穷楼欲语 也难得幸福 戒调自以为是 卸下套住家人的枷锁 家庭才能幸福和顺 订阅美厅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